原标题 红颜作者罗广斌死亡之谜 对于罗广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十分熟悉的 因为他的名字和著名小说红颜紧紧联系在一起 红颜作者罗广斌曾被国民党关押重庆渣子洞 排公馆集中营四百天 还可以绣红席 而在文革中 罗广斌只被关押五天就跳楼自杀了 红颜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图家庭 罗广斌出世时 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 毕业于法证学校的母亲 在高等法院工作 父母军系国民党员 大哥罗广斌是国民党第七边连区司令 统帅十七万大军 富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则 罗家声势显赫 田产富庶 在红颜县每年收入过千代 成都收入于百十 另有房产三处 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忧郁的环境中 为家人溺爱 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40年 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 与同学墨学年产生恋情 罗 代步 罗广斌抗日明将 国民革命军落军中将 后期抑郁中斗争 本来凭着家庭的关系 罗广斌 完全可以不做牢房 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斌 最初的想法是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 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监狱里的艰苦锻炼 面对特务的严护情绪 罗广斌对共产主义信念可对党组织更加忠诚坚定 1949年初 狱内党组织曾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 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 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他要和同志们留在狱中坚持斗争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 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1949年11月27日 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扎子洞 白宫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 电影《烈火》中永生红颜的诞生建国后 罗广斌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 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 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1958年10月 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 要出版他们关于狱中的回忆度 1959年2月 罗广斌、刘德斌和杨一言合作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 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11月 团中央常委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宇进来到重庆 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各作所、扎子洞、白宫管狱中都争事迹 是想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 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一言约写长篇小说 写红颜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 不完全脱产 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 于是 朱宇今便向重庆市委提出建议 希望市委支持共青团的出版事业 给罗 让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 能让他们显脱产出来写作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格、书记李藏斌 都很重视朱宇 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 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颜的创作 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 并指定市委组织部长萧泽欢 代表市委 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颜的创作 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 因此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比如 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 提供在压的敌特分子 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 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特务日记 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压 尖锐矛盾、发展变化 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 心理特点 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 不仅进一步提升 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 而且加深了罗、杨对狄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 这位罗、杨后来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 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长篇小说红颜在红颜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 市委决定了两件事 一要作者依靠专家指点 拜沙厅为师 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 这两个举措 是罗、杨和红颜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可以说 在红颜整个创造过程中 重庆市委队罗 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 在红颜没有定稿前 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 不定稿 不准拿出去发表 以免分散精力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而在红颜出版后 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叫好声中 又向罗、杨二人提了三点建议 一、冷静下来 倾听意见 反复思考 再不表态 二、摆脱红颜的具体内容 站在更高的角度 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 以此检验红颜已经达到的 和尚未达到的要求 三、在此基础上 从其写作中的经验教训 使自己思想上 艺术上提高一步 以便今后更好前进 由此可见 小说的写作与红颜市委的 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 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 作为重庆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组织领导人学创作 并非他的本职工作 但他尽心建立 工作深入 方法得到 有效地领导了小说 红颜的创作 罗广斌之死长篇小说 红颜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后 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 又是国民党特务 大屠杀后的幸存者 这种经历 自然而然使他成为 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 但也正是因为 他那段特殊的经历 使他的日子并不像 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 小说红颜出版后 他的名气虽然如日冬天 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 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 从狱中颇显的经历 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 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 心情是压抑的 当文革发动起来之时 被压抑了许久的 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 于是 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这成为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文革一史 罗广斌等作家 就向全市发表公 开信成立战斗小组 参与造反夺取了 是文联领导权 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 最早造反 1966年8月底 是文联职工郭钦等 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 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 时并说 怕什么 最多是做煎熬 掉脑袋 全家打成反革命 并弃文革的极左思潮 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 似乎又依稀看到了 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 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 只可惜 这次的现身决心 从开始就走错了路 这是令我们围着无限惋惜的地方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 各地纷纷闻风而动 重新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67年1月31日 矛盾终于一触即发 支持夺权的北航红席助于红卫兵 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 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 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 攻击他的帽子 一顶接一顶 周扬黑线上的人物 与黑帮分子沙厅 马石图等关系十分密切 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 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 建功学员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假 2月10日 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据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 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 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 罗广斌当时被关押于大平马家 雅宝后勤工程学院 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 1949年十一二十七 竹河被特务放出监狱 从五日被绑架到九日深夜 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宫 罗广斌一直接一只吸烟 还将清凉油涂在烟场 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 这样彻夜不眠 到了十日早上 罗广斌端着洗脸盆 被压到三楼厕所打水洗脸 趁人不被他爬上窗台 招呼毛主席万岁 后少下坠地厚壮的台阶石梯上 当场死亡 四人帮垮台后 家属和许多朋友对其死因均表示怀疑 并提出申诉 据马石图回忆 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鼠星在一起说话 都说到这事 他认为说丈夫自杀而死 实在没有根据 胡鼠星说 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 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 条子上说 他一切还好 要他的妻子带钱和粮票去 由此可见 他是准备在被监禁中和造反派 长期斗争下去 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 凭罗广斌的性格 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 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 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 他凭什么要自杀 据胡鼠星说 罗广斌死后 有人来通知他 说罗广斌跳楼自杀 就要送火荡场 要他去看一下 他匆匆赶去 奇怪的是 只要他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 不让他走近 他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 惨不忍睹 他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 做出结论前 不能送火荡场火化 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他的 也不许他跟去 便匆匆的送到火荡场去火化了 作者王春华 有山改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他们琴 看更多责任编户 来 MOU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